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那电费收的不合理 我凭啥交啊 不合理 咋不合理了 两块五一度电呢 还说咋不合理 你那电都快赶上肉贵了 用得起就用 用不起就别用 电你用了 便宜你也想占 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啊 你 行了 七嫂 赶紧买钱交上不就完了吗 不交 这么不合理的电费 我就不交 不交 好啊 那你就别怪我没提前跟你打招呼 给我抬 来 来 走 往里面 来 走 往里面 我看你们谁敢 好啊 你个没男人的寡妇 还敢动粗 你嘴里放干净点 干净 刚生意了 瓦干净 你和你妈哪个事啊 你 你 你先走 你还敢动粗 我给你们拼了 妈 救手 我告诉你 这可是你自己摔的 我告诉你 我再给你三天 你要接交不上店钱 我把你这猪卖了 顶上 不要 我要告你 告啊 好啊 告去 到哪儿告都成 不过我可就不陪你了 够多了给我送你就完了 好了好了 回去吧 我说三儿啊 最近急上收生猪多少钱一斤呢 收生猪 这生猪不值钱 顶两三个月电费 还有付业 好好好 到就行 走 我梁三儿在咱们靠山村啊 不是什么头头脑脑脑 这就是电费 可谁也别气乏 哎 七嫂啊 这怎么少一位啊 啊 梁三儿 明儿我来找你啊 走 走吧 哎 好啊 哎 七嫂 我候着你啊 走啊 喂 三哥 哎 我妈呀 怎么着 待着等会儿呢 等 等了 限着吧 限着吧 不去了 梁三儿 来一下 干嘛 七嫂啊 你不是上老之叔那儿告去了吗 哎 告的怎么呀 你那电费的收据带着没有 带着呢 这我能不带吗 我干的就是这 我交电费 这就对了嘛 哎呦 早 这老街坊老邻居 这 这多好啊 这有话好说 哎 哎 哎 钱没错啊 来 把这收据给你 哦 来 您看看 哈 哈 错不了 错了 错了 我还能吃这碗饭 你收电费 各家都给开收据吗 啊 都开收据啊 不开还行啊 要不您说交了 我说没交 这不又打起来了 哈哈 你家有吗 哎 你说啥 你把你家电费的底子 给我看看 不 你要干啥 我想看看 你家电费的底子 我们家电费的底子 凭啥给你看 哎 你算老几啊 我老几都不算 我就是想知道 你竞收村里各家的电费了 可你自己家交不交 那谁知道啊 你让我交电费 我就交了 要是你自己家里干干净净的 那还怕人看呢 哎 你别血狗喷人啊 想给我弄双小型出来 做梦去吧你 是梦不是梦啊 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你要是事情办的工 哎那有啥可怕的 呵 七嫂啊 七嫂啊 你这诚心跟我过不去啊 我是跟那不公的事过不去 梁三兄弟 你要是有收据啊 就好好留着 日后有用得着的时候 我 喝了 哎 哎 六叔啊 您可有日子没上这儿这儿来了啊 这回啊 咱俩俩好好的喝一杯啊 哼 来 我给你倒 哎 哎 像这儿啊 这个电费啊 你收着啊 嗯 你给我开一张收据吧 哎 哎呦 六叔啊 我就是月月替您倒贴 我也不敢收您的钱啊 啊 那还不让村里人戳我金领骨啊 你要是不收啊 村里头人就该戳我金领骨了就 那我看他们谁敢 等了等了等了 什么话也甭说了 快开收据吧 啊 好 走 收据啊 我给您开了啊 您的钱我可不敢收 哎 哎 廖三廖三 你这不是害我吗 你这不是 哎 这我收据给您开了 别人认谁也说不出您什么来了 我怎么叫害您呢 你害我呀 你害我良心上过不去 六叔 您这可就不对了 这规矩也不是执行了一天两天了 咱们以前您哪都过得去 七嫂这么一闹腾 您这良心倒过不去 人家七嫂啊 站在里上 再要是这么摊下去 怕是不行了 那村里这招待费咋办啊 乡里派了那么多款项咋办啊 哦 往电费里摊的时候 你们都不说什么 七嫂这一告状连您都往后撤 您让我咋办啊 哦 让我一人背着 不背了 谁的也不背了 您说的容易 要不背都不背 村里那么些干部呢 连您老支书在内 这几年给您背了多少 您心里有数吗 您没数 我这可都有数 要还 这几年咱们加起来一块还 您还得起吗 就是您老支书还得起 这么些人呢 都还得起吗 好你个亮丝啊 您在这等着我呢 哎 又说 您可别逼我 逼急了 咱们大伙可都下不来台 我都是半戒入土的人了 不怕你算计 我说到就做到 你说一说 说一说 你还还你还 规矩是乡里定的 对不对啊 您这村支书再大 也大不过乡长去 您不给我做主啊 我找乡长去我 您还是喝点啤酒啊 这杯你把这杯白酒拍去 林乡长 外出有人说这人天气 非要出去不走 哎 乡长你不先走 乡长你再喝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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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喝咱们的 哟 是你啊 我咱们是谁呢 走 去你喝点 哎 我不喝了 我找人有急事 什么急事非得先再说 你没瞧我正忙着呢 主教 您这事您得给我做主 要不然我在村里 我这 我这店供 我干不下去了 哎 怎么了这是 这哪儿来了 不是那办公室啊 你这点事跟哪儿说不一样 来来来来过来 坐 哎 哎 你说你这小子 你拉着猪干嘛 啊 小时候你妈就没把你教育好 不值得天高地厚 这不是啊 吴教 这 那连老支书现在都不给我做主了 嘿 你这 嘲嘲嚷嚷的 非要补那电费 村里这点事啊 这太难了 难 你还难哪 别村的电工有你这条件吗 那是那是 这不是有您在这儿了吗 你在别人面前 又拿我当枪使了 啊 没有 哇 用不着我说啊 谁心里还没个数 那电费收上来了吗 嗯 收了一部分 能让七嫂子迷闹吧 好几户都没交 这怎么行啊 这有多数事要办 这电费收不上来怎么办呢 嗯 那么 您再容我几天 嗯 看来大事办不成了 那先把小事办了 啊 小玩啊 小玩 你把那几张招待费单举勾啊 啊 忙去吧啊 哎 把这勾抱了 多少 还让我给你打算吗呢 自个儿算 啊 不是我不给您抱 嗯 人家在演下吧 演什么啊 我可告诉你 演一下村委会主任 马上要换进选举了 明白吗 明白 这是 17块3加25 30 42块 行了 行了 我看你也不是那会算账的主 一共是564块 哎 那上面我都签字了啊 不会给你添麻烦 啊 不怕 不怕 咱们乡里那辆破车啊 也该换回来 你说到县里开会 救赎咱们那辆车破 不 我的脸面都不要紧 就怕给咱们全乡的老少爷们丢脸 我看啊 各村凑凑 嗯 你们村啊出个一万四五的就差不多了 一万四五 你先 哎呦 你那小蒜米就别打了 我心里有数 是不是 武教 您不知道 这老知书说了 以后电费里什么也不背了 你说 让我怎么办啊 以前怎么办还怎么办 实在不行的时候我出面 老知书这个村委会主任哪些该换回来 到将来 你当了村委会主任 我告诉你怎么办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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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呢 把那些麻烦事该了的都了清楚了 哎 谁这是啊 哎 我放进去 也走 这会儿七嫂吗 跑到这儿了 你又打算告谁呀 你凭啥拉闸断电 凭啥 你还有脸问我 啊 就凭你偷电开末房 你还没办法 就该断你的电 谁偷电 你 你偷电了 我早就倒让你来找我来了 大伙儿跟我走 走 走 跟我到这来看看 各位老少爷们们都过来看看 大伙儿也都瞧瞧 口口声声还说要告我 自己家的电费赖着不交 开个磨房嘛还偷电 你看看 你说 这根电线是怎么回事 仔细看看 看你说得清楚说不清楚吧 这根电线不是我们家的 你栽赃 我栽赃 你看看 房子可是你们家的 啊 电线是从你们家拉出去的 谁给谁栽赃的啊 这么着 你敢当着全村的面 把电闸给我和上吗 啊 各位老少爷们 他要敢把电闸和上 我梁三保证 连电表都不转 你好狠呢 你 我狠 我就是要狠狠制住你们这路人 你给我听好了 磨房我疯了 等我抱上去 处理完了再说 不行 凭你一张嘴就要分我们家摸房吗 嗯 你别跟他说 梁三 今天我非好好支持你 大人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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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商店 你说呢 就照顾产长说的办法 这都算完了 那我以后工作还怎么干呀 行了行了 不也没打着你们 那起早偷电的事 这事一定得严肃处理 真别大的窟窿冒陡大的风 里边有问题 有问题没问题 一看还不清楚 那根电线明明就在他们家房后子拉着 你还说没问题 我来查清楚 还是让梁三伴 他是电工 电的事比咱们清楚 我一定查清楚 你也得注意工作方法 这一来就弄得鸡飞狗跳的 我一定注意 确不行 梁三 你老大不小的 本来就是三岁小孩 人什么都老旧说 眼下这选举 老直书提出了刘大祝 你想当这个主任 可不大顺利 刘大祝 他怎么能跟我比 瞧你那狂劲的 你要想让大伙选你 得让大伙心里有你 这样才能投你的票 要不然到时候 把投票结果一下来 你跟人差一大截子 那老旧可帮不了你的忙 那您说我怎么办 在村子里 你首先得把人缘弄好了 别逮谁跟谁过不去 你这家 你说你就不爱听 不不爱听 你说村里那个七嫂 人家一寡妇挺可怜的 你干嘛老跟人过不去 不是我跟他过不去 他跟我过不去 你看 姚氏就告我去 您让我装看不见 行行行 那我都知道 这就得你动脑子 大家伙谁不知道 他满车告你去 你得想办法把他拢住了 大伙一瞧 瞧人梁四二多有度量 谁都能团结 那能不投你的票 我明白了 呦梁三 你干啥来了 七嫂啊 我这不给您赔不是来了吗 给我赔不是啊 那我哪担当得起啊 七嫂啊您看 咱们这接了接风子住着 我梁三以前有对不住您的地方 您这当嫂子呢 就让我这当兄弟的一把 以前的事 咱们都算过去 至于偷电的事 您说我要是不查 不是就跟没这事一样吗 你早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是谁说了话了 七嫂啊 七嫂 反正我梁三啊 是说话算话 打今儿起 您七嫂的电费 我是再也不收了 那我们家的电灯 也就别点了 那墨房也就别开了 哎呀 电灯您照样点 墨房您也照样开 电费的事 打我这说 全免 不收了 不收了 哎呦 我是谁啊 能受你这么大优惠 哎呦 您七嫂的为人 我服了 还不行吗 哎呦 你别服我啊 咱得服礼 对 对 服礼 您七嫂说的 我全服 还不行吗 啊 那日后呢 嗯 那店就白使了 那店费怎么办 让村里乡亲们替我背着 这怎么背 您就甭管了 嗯 只要我不支声就得 是不 七嫂 您是明媚人 这与人方便 自己也方便 那店费 不更得往上涨了 这有我梁三在 您甭操这份心 梁三啊 咱们做人做事 得做到名处 你这份人情 我可不敢领 那还不让村里的乡亲们 骂死我呀 谁敢骂你 我给你兜着 你兜着 你兜得了吗 是 我梁三 以前就是个小店工 要说兜啊 也就兜点电费什么的 可是 我以后要在村里边 负点责任 兜的可就不止这么点事 嗯 我听说了 乡里面 想让你当村委会主任 哎 这领导上对咱信任 咱也不能给脸不兜着不是 梁三啊 我听说这村委会主任 应该是大家伙选的 对 可不是上面定的 对呀 所以 这不是找七嫂您来了吗 啊 我明白了 你今天来 其实是为了这事 七嫂啊 这村里的人都知道 我梁三跟您有过节 您想啊 要是连您都容了我了 这别人还能说出什么来 七嫂啊 话说的这么明白 就没什么意思了 呵呵 反正您心里清楚 我心里明白 不是就完了吗 这电费啊 我还照交 哎呀 七嫂啊 那我您是真的 不打算给梁三这面子了 是吧 好啊 七嫂啊 这人有脸树有皮 既然您这么说了 您也别怪以后 我梁三不给您面子 怎么着 书记 有事啊 里头里头 啊 来 主 哎 坐着坐着 好 我已经老了 什么 您要选梁三 你要是不当这个村委会主任 让我交给谁 快坐 那个乡长在里头吗 里边 谢谢啊 哦 我 我 五娇在里边吗 我先出来 哎 哎 谢谢啊 哎 五娇 哎 哎 哎 那个乡长 乡长 您这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往这站 不是 我跟你们给我做主啊 那老直说这跟刘大柱说选村委会主任的事儿的 你就别起哄了 傻不傻呀 哎 吴教 吴教 我妈说让您家吃饭去 吃什么饭呢 我上县里送检查去 啊 哦 就别人找着干死 真急 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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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这何必呢 废格拉就给人装了 还是废格拉就给人拆下了 这费什么话呀 那你干就赶紧干 哎呦 你怎么那么慢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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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手看 你这什么活啊 这不你让我摆电盘照过去吗 那废话 我让你照也没让你这么照 我怎么教你的 这下子还当电工呢 哎 三哥 这 这可你答应过我的 梁三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